这是一名64岁的老先生 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有时候记性不好 不以为自己接到了教肇通知 于是他在13号的下午 趁大家不注意时 逃出位在三楼的安养院 就怕说没有去军营报到 会被当作是逃兵 结果呢 整个人被困在了二楼露台 直到远景到场安抚 并且向他保证说 会告知国防部 除去他的兵级 老先生这才放心 老翁在阳台上表情十分焦急 不断的挥动手臂 情绪激动 让底下的人看了好紧张 就怕一个不小心会发生意外 远景赶紧上民众借来旅踢 爬上露台带老翁下到露面 但才刚踏地 老翁还是很焦急 不停碎面 原来这一名64岁的徐晶老翁 因为年纪大记忆力减退 在思绪混乱下 认为自己收到教诏令 于是趁上厕所时 偷偷从安阳院三楼窗户 往下攀爬 准备去军营报到 被照护人员发现后 立刻报警处理 远景获发后 赶紧现场 与民众一同劝说 并安抚他的情绪 并借来旅替登上露台 协助老翁平安回到地面上 老翁忘记自己已经处意 冒险攀墙 就怕变成逃兵 索性远景耐心劝说 老翁才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跟随照护人员 回安养院休息 这一段报道 谢谢大家